哇 点的虾都上来了 这边是主量上的 那这一只都是我们的吗 是的 大家好 我是熊 我们现在来到了上海 这边有家自助988一位 水赖 环境还是可以的 这边是988一位 然后第一次来新客的话 网上买是888一位 好像中午会便宜一点 你好 这个黑金包 象马包 能说一些是三选鱼吗 两个人选一位主菜 好的好的 如果四个人可以选两个是吧 是是是 那我们要一个松叶线 其他都是不限量的是吗 对 多点一点可以吗 随便怎么点 但是 不要浪费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比如刺身那边 你一次性点很多 那它就会接触空气比较长 那它就不是那个对吧 反正也不现实 你们可以分辨慢慢点吧 对不对 不会没有吧 那肯定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少点一点 海胆来20个吧 好 小青龙刺身来两只 那熬下来20个可以吧 牡丹虾来10只 刺身生蚝来10个 鱼子将来6个吧 这边是刚才点的那个主菜松叶馅 咱们可以拍照留念一下 那这一只都是我们的吗 是的 好的 然后我们的馅是一份双吃 有刺身有那个清蒸 你看 你看 是火的吗 你看 是不是 你看你看 是那个松叶蟹两只的 这边是刺身 然后这边一会儿找面拿去蒸的 嗯 这个松叶蟹看上去还是可以的 但肯定不是刚才那一只 因为它上的太快了 看蟹腿的肉质应该是新鲜的 这边唯一限量的一个三选一的松叶蟹 嗯 你感觉到那个蟹肉一缕一缕的 说真的我感觉没什么味道 没有腥味就是了 嗯 加点酱油 味道就出来了 反正是挺新鲜的 我也是第一次吃这玩意 冰镇的小龙虾 这个头不大呀 哇 这个小龙虾的品质也是可以的 冰冰凉凉的黄酒的味道 有点点甜 嗯 好吃 肉质还很紧实 哇 点的虾头上来了 这边是主量上的 这个海胆确实够肥啊 品质够好啊 和牛刺身 这个是生吃的 鱼子酱跟鹅肝 看得出来这边老板是舍得上菜的 用的也确实是新西兰熬虾 个头很大 新西兰熬虾很好辩论的 有一节一节斑的就是 这种个头的熬虾 我们正常网上买的话 应该是40块左右一只 嗯 嗯 嗯 好甜啊 这个熬虾的个头是我目前在自助餐里面吃到最大的 真好吃啊 福特别好 这边还有波虾福 这样吃熬虾平时是不敢想象的 嗯 太爽了 牡丹虾的个头也是超级大 好甜好糯 哇真的满足了 哇 鱼子酱 这玩意每次都是在别的菜里面加一点 这样整盘的吃我也是第一次 是真的鱼子酱 但其实鱼子酱不咋好吃 不是说这家的不好吃 鱼子酱就是这个味道 嘿嘿的挺饱满的 金砖鵝肝 就是这种用锡脖子包起来的 这个红色应该是红酒泡的吧 南梅味的南梅汁 可能是冰准的原因 可能比较紧 哇这个海胆是真的肥啊 满满的肉 嗯 质量太高了 这个品质的海胆真的没得挑 我刚才本来想点100个的 但是这边的服务员自信满满的说 一定不会断货 所以我们后面再点 哇超贵 在很多的自助餐厅里面 海胆都是限量的 或者就是点了不给上 不好的一碟海胆肉 给它加上一盘鱼子酱 哇 太好吃了 这个小小的一份就是小青龙刺身 小青龙肉特别脆 冰冰的 法国生蚝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法国的 我也不懂 但是看那个壳确实不是中国的 肉薄薄的 好咸啊 我感觉这个味道比我们平时吃的生蚝要重一点 口感的话好像比较脆一点 南骑金枪鱼的中腹 看品质是很不错的 油脂确实很多 但是中腹还是有一点筋膜的 比起大腹来还是稍微差一点 我觉得 刚才那只松叶蟹已经蒸出来了 看样子是清蒸的 什么都没有放 腿上的肉已经给你开开来了 很贴心 肉还是非常饱满的 好嫩啊 蒸熟了我反而觉得更甜了 刚开始生的我觉得没什么味道 我这清蒸的松叶蟹超好吃 很清甜 蟹钱里面的肉也超满 和牛刺生 哇这个牛肉的花纹真的很漂亮 我们让它这么生的牛肉也可以生吃 看这花纹 特别软 脂肪很多 它真的有股奶油的香味 第一轮的菜都吃完了 海胆再来20个 冰镇小龙虾再来10只 熬虾和牡丹虾再来5只吧 好 三文鱼咱就不吃了 这个价位吃三文鱼会亏本的 是 哎那个清蒸的松叶蟹腿再来一个吧 那可以单点啊 可以 那清蒸 哦 雪蟹那个 对 雪蟹腿 那雪蟹腿来一份吧 包吃海参汤来两个 烤三文鱼头有吗 有 有啊 来一份吧 有 烤大虾来 你要想烤虾 来4只吧 好 后面点的菜开始上来了 海胆上了12个 漏了我8个 我小本子记着呢 雪蟹腿 海胆一路既往的肥 我超喜欢吃海胆 嗯 这样的海胆单点的话 这没有四五十块钱也下不来 我估计 每一个都超多肉 第一次让我吃三文鱼我是拒绝的 也很好吃 但是他没有金钱的味道 好想也是 跟第一 跟第一轮一样都很大 不好意思 一直麻烦别人 还是自己拨吧 继续放肆吃虾 嗯 菜单上显得是野生大虾 我还以为是阿根廉红虾 你们看一下 这已经比我的手要长了 看这个花纹应该是斑结虾 有买过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价格 肉都跟我手掌差不多大 真的是斑结虾 不过是冰冻的 这种买的话也要一两百一斤 斑结虾的口感很明显是非常脆的 身上是这种 有斑纹一节一节的 超脆超香超好吃 鞋鞋腿 嗯 这个还不错 但是没有松烟线那么好吃 它的肉质比较干 开好了一个壳 嗯 烤榴莲走一波 这也是没有芝士的纯榴莲肉 这个放在以前也是很厉害的 现在榴莲已经烂纳减了 一百多块钱的自助在做榴莲 所以现在没那么稀奇了 品质还不错很甜 刚到上海我们开一个酒店四五百块钱 但是非常的普通 我们觉得吃的路也很普通 没想到这个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这家店叫做水烂 目前来看的话体验真的是非常不错 首先它的环境啊服务都很好 菜的品质到现在没有发现一道彩来的 每一个的品质都OK 这边实际是888以为 然后食材你们也看到了 确实很OK 不夸张的说 这家店的品质 应该是我目前吃自助餐遇到最高的 没有收钱啊 评良心说的 我觉得我们这趟来上海还是蛮值得的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